天蝎女 哪些行為看得出來 對你有意思 可以繼續追求 我覺得剛剛宇宙有講到一個 就是如果她喜歡你 有進一步的興趣 會跟你聊她小時候 一些重要的回憶 對 天蝎聊小時候 重要的回憶 因為天蝎做的記憶力很好 對 所以她要去聊這些 對她很重要的人生的轉折 代表她很相信你 她想要跟你分享 為什麼她會變成這樣子的一個人 對 所以這就是說 她最初步 對你有好感的一個表示 喔 是啊 那再來就是如果天蝎做的 開始考慮要不要在一起了 她可能會有一些控制欲 這控制欲是什麼呢 她覺得她是為你好啊 就是說 那個朋友有點愛玩愛負債 是不是這個朋友 我們就可以跟她遠了一點 她覺得她為你好 但是對有些人來說 你的那個界線有點越過 她開始默默的想要插手 你的生活了 有一點掌控欲 喔 好 那還有一個呢 就是如果她對你有興趣 可能她會開始為你準備一些禮物 禮物大小不重要 但是重點是 她有想要讓她自己的一些標記 出現在你身上 這也是一種獨佔慾的轉線 只是她還沒有立場 所以她用這種送禮物的方式來表現 什麼東西啊 送一個香水啦 或者什麼讓你身上有它的味道 之類的 維拉密西發爆定 用多 這也算是一種關係 對啊 我希望你更好 對 希望你更健康 希望你喝的時候想到我 喔 是喔 對 就是會從一些什麼 健康之物 都是一些很精緻的 這些細節喔 比如說像她可能剛 像有一個朋友她剛開完刀 如果我對她有好感 我就說 你菸不要再抽了 不要抽菸了 小扣子 傷口癒合 抽菸不好 那如果我對她一點興趣沒有 就 抽啊 沒關係 你抽吧 誰都會一起講 護士小姐也都會講 就是有的朋友 你不會想去阻止她抽菸 那如果說你對她有意思 你覺得 你就不要 因為你知道你會被討厭 來 蘇文老師 哪些面向的女人 漂亮 但是特別難追 好 其實我必須要說 漂亮的女生絕對都不好追 因為她已經有一個標準 在那裡了 對不對 所以漂亮的女生 但是她有幾種不同的類型 不同難追的原因 我們今天來好好的剖析一下 順便來看一下宇宙 她有沒有對上 如果沒有對上的話 我想待會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宇宙為什麼這麼難追 好 來 那我們來看第一個 事業心強 好 事業心強我們看一下 第一個 她的額頭寬闊方正 寬闊方正通常我們 來看一下我們的三挺 她應該都是要平均的 那麼請跟我借一下 我的 你們的手指頭 四肢就好 放到額頭上面 對 通常我們的額頭 要有四肢 四肢寬 它是一個比較正常健康 而且比較能夠在事業上面 可以好好發揮的額頭 那如果女生的額頭 剛好真的是四肢 甚至超過 已經到五肢的話 那麼對你來說 一定要在事業上面 有一席之地 你才願意去想下一步 要談戀愛要生小孩的事情 所以呢 如果你的額頭非常寬闊方正 而且上面還油油發亮的話呢 現在對你來說最重要的 就叫做拼事業 所以在你很想努力 拼事業的當下 你會很想談戀愛嗎 當然就不會啦 所以呢 一個漂亮的女強人 她一定有一個漂亮的額頭 然後她就會有一個 很難追的個性 好 那我們再繼續看一下 第二個 好 冷靜自持 冷靜自持當然就代表 她可能是有點冰扇美人 她可能對於追求 是有點距離的 我們來看一下 她特色是什麼呢 深眼窩 大眼睛 那深眼窩通常我們會在 歐美人士比較常看到 因為她眼窩比較深 然後或者是 但眼窩深的人 就可能化妝很好化 或者是她天生看起來 就很有益足 很有那種異國風情的美感 再加上眼睛很大 那就是水汪汪 好迷人 可是這樣的人啊 第一個她通常 清緣比較薄 她可能在六清緣分上面 是有點距離的 也許就是她從小 第一個很獨立 第二個她不太需要別人 去幫忙她做什麼 她自己就可以 為她自己爭出一片天來 還有呢 她不是一個太熱情的個性 她可能喜歡有一點距離 如果你很想趕快 馬上靠近她 她是會害怕的 所以如果你有這種 深眼窩大眼睛的朋友 你想要追她的話 你就真的不要 馬上就這樣 好像今天怎麼樣啊 然後你這樣一下子 馬上靠近她 她會很害怕 她會覺得 就把你列為拒絕 往來戶了 所以像這樣的女生 她個性是比較淡薄一點 尤其對感情上面 所以你跟她要有一點距離 慢慢地從朋友開始 會是一個比較好的策略 好 我們再來看第三個 第三個呢 第三個難追的就是 天生標準高 天生標準高的話 我們看在哪邊 它的天倉是開闊飽滿的 好 天倉在哪邊 借我一下 你的手指頭摸到眼睛後面這邊 眼睛後面這邊就叫做我們的天倉 好 天倉如果飽滿的人就是 我們從正面這樣看過來的時候 這邊是不會凹陷的 也不會有缺角 它這邊是要有一點弧度 是很順的下來 你的臉型是很順的下來 這邊就叫做天倉 那麼天倉飽滿的人 他有個特色就叫做什麼 他的原生家庭一定是不錯的條件 那甚至他的副職輩 願意給他很好的經濟生活 然後讓他從小就是吃穿不愁 甚至可能很小就出國留學 或者是念私立學校 那在他的面前呢 他可能就覺得 其實這個我覺得 大家都用iPhone最新的 是很正常的事情 你不用送我iPhone 因為我家就很多 大概會是這樣的一個狀態 所以如果你想用物質打動它 或者是想要豪華大餐打動它 那幾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因為他原來的原生家庭 或是他原來的經濟狀態 就蠻好的 所以對它來說 你要想要打動它 就必須要有一些心靈上面的啟發 你要先跟它當心靈的伴侶 一個soulmate 然後慢慢走進它的內心的時候 它看到你的靈魂之美 它才能夠放下這些物質的條件 然後好好的跟你在一起 所以這些漂亮的女生 她們有各自不好追的原因 那像我們美麗的宇宙 第一個你可以看到 它有一個很漂亮的顴骨 就是很可愛的蘋果雞 這個是真的 對 那這是真的 真的喔 對 還好你強調 不然想說現在哪有這麼完美的顴骨 對 是真的 沒有相調 對 但是這個很漂亮的蘋果雞 代表什麼 代表它對事情的掌控率很強 對 顴骨就代表全的意思 所以它對於很多事情 它並不喜歡假手他人 而且它很討厭人家幫它做決定 它覺得就是 有些它問別人都還是禮貌 因為其實它心裡已經下好決定了 就是個參考 對 就是個參考 就我只是要得到你的 跟好 我沒有要讓你去想的意思 對 所以這個顴骨高的 通常就比較難追 是因為它喜歡掌控全局 還有你最好把最後的決定權交給它 它才會是一個開心的狀態 如果你把什麼都決定好了 它就會被送 你說有沒有人說你長得像何立林 有 有喔 對 我剛剛走近一看 老是覺得面熟面熟 走近一看 真的 所以真的想要追宇宙的男生 現在皮就繃緊一點 知道他為什麼難追 我們要對陣下藥喔 嘿 年輕人 你在迷惘嗎 聽我一句話 少奮鬥三十年 讓老師幫你持點迷津 從躺平足變成人生勝利主 跟著心向 趨吉必凶 讓我為你面對面算命 年輕的朋友 想讓命運好好玩的大師幫你算命嗎 詳情請上 點出官方粉絲團 自eds 舒遵 男生 著又 老是 非